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音质不错的情况下 玩周边玩的特别溜 比如说2000 他玩他的插头 这个插头里边有电子分频 这个还是科技成分比较高的 此次的EA1000在玩导管这个技术 而且他这次把导管玩的透透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包装啊 这个包装呢 写着费马 要知道费马呢 在近现代科学史上可称之为数学之王 那么星哥最奇怪的事就是他的这些命名呢 各自福利三百福哥 谁也不挨着谁 洛黄 玻瑟子 遮忧费马 刚才这话这八根打不着的这些亲戚啊 不过这无所谓 最要命的是他这个型号的这个定位 这个作为我这种评测人员啊 我这个嘴皮子就不算利落了 真的很难受 我每次在说型号的时候 我脑子里的飞快的转 一N2000 一A1000 一N1000 我的天哪 这个很容易出现口误啊 所以希望以后这个星哥的这个厂家稍微差一点 不要老A和N这种同根的词语出现 真的很难说对 这小小的兔克槽啊 我们重点来说说这个一A1000吧 从外观上来看啊 依旧充斥着星哥科技自家的一个DNA 整体呢 比较圆滑 同时呢 可以做到一个轻量化体验 戴在耳朵上呢 是比较舒服的 存在感并不是很强 就这个电镀边框 我又一次吐槽的 就是每次我摆弄星哥的耳机的时候 我非常头疼 我这手特别干 缩着袋都拧不开 我攥着它 插插头 拔插头的时候 它不掉在地上两三次 都对不起我这张脸 你就不能在边上做点稍微麻麻扎扎的这种手感 这种颗粒感 让我能攥得住它吗 这一点我个人的一个吐槽 至于您是不是这样 那就单说了啊 通体金属材质 摸起来冰凉棒硬 还是我说的 手感不错 比较滑溜 我是钻不住 其实在我看来啊 这个塞子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点是可以介绍的 先说说都是哪三点 首先第一个 我认为属于比较崭新的一个镇膜品种 另外呢 是一个双镇膜构架 第三一点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可换导管 这个可换导管 可玩性真的太强了 下面我们具体的一一聊一聊 给人感觉新歌的塞子每次都有的可说 什么新的耳机镇膜 新的构架 实际聆听呢 倒是能清除一些很大的感受 一夜一天呢 此次所采用的SD-PGD 称之为紫晶膜的镇膜方案 当然据说它也经过三年这么一个研发 这个最新的镇膜方案呢 其实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 相对会更加清凉化一些 第二点呢 韧性比较足 这个对于中频以及中高频来说 是有一定帮助的 第三个就是刚性比较强 那对于排山倒海的中低频来说 会让人觉得更加过瘾一些 还有就是呢 它使用了呢 从EA2000上下放下来的一套技术 那就是双磁路 双相体 这么一个特殊的构造材质 不同于传统动圈机这种啊 要么内相式 要么外磁式的这种方案 第二代的DMDC 双磁路系统 同时提供了内外两个磁路进行声音的处理 再加上它比较大的一个磁动量啊 我认为对于单元的这个动态释放 以及单元的这个顺态表现 是有相当大帮助的 当我们拆解这个单元是会发现 它有一个双单元构架 我认为这个双单元是在引号的 官方称之为EDDEPR的这么一个升学专利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内部看到 其使用了一个10毫米的大振膜单元的洞圈 那么在它的后边呢 还有一个6毫米的被动单元振膜 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呀 传统的音箱 或者说叫做小口径 小体积的音箱 这一类型的音箱或者耳机呢 因为口径比较小 箱体比较小 但是又要出比较澎湃的中低频效果 怎么办 空纸盆喇叭 被动单元方案 这样一来呢 整个单元低频的澎湃度 还有低频的一个延展 下潜都有很好的表现了 要说这个星哥呢 玩这种黑格技啊 确实是动了一定脑子的哈 咱甭管效果明显不明显啊 这个思路 这个走向是对的 第三个呢 重要的我们就提到了 这么一个导管的更换 这套方案呢 确实玩的真旧 他利用导管不同的长度 不同的材质 或者内静不同的宽度 所表现出来的人声或者弦乐呢 确实是与众不同 最起码二迷换三个不同的导管 确实能够听到三个不同的声音 这点呢 感觉上也有不少耳机在玩 但是总感觉星哥在这方面呢 确实是玩出了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啊 这个换导管啊 玩导管的基础是什么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曲线 我们也就是说 以前在耳机聊的时候都说过 哈曼曲线 星哥呢 在不同的导管 实际上是来形成不同的曲线 依照着哈曼曲线 为蓝本 我们在这场进行微调 比如说弦乐的走向 比如说中高频的一个亮丽走向 比如我老说的红管啊 就是说红圈归胶套 加上那么一个不柚钢材质的管 这个形成了一个红管方案 我认为这个方案呢 相对会比较传统一些 更接近像它的低端 或者它的标准的 1000或者500的这个一声音 同时呢 铜管再加上它的这个白套 是什么呢 则是它的一个人声表现 我要表扬一下啊 这个人声表现来的非常明显 比较贴儿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它的银管配黑胶套 这套组合出来什么 我认为整个中高频的亮丽 以及声场结像 全都打开了 交代的很清楚 更适合听电影云声 听古典乐 听弦乐 听中高频灿烂 绚丽的这些音乐品种 这种中高频表现力之丰富呢 已经完全接近于 它1700八百块钱 那个1N2000的声音了 所以说你说这副单元呢 有点意思哈 它就是通过你不同的换导管 实际上从它的 700百块钱价位的500 到它的1000 这里说的1N1000 包括它的1N1000 一直到2000 整个这么一个跨度 它都能给你接上边 当然了 其基础肯定是要比 1N1000 声音底子要更好一些 所以我认为 这个耳机 它的可玩性 真的是非常的高 另外再说说 它的耳机线 耳机线没有什么可再说的 可插拔的七八针 利兹缠绕的一个 无氧铜镀的耳机线 如果我们觉得 它声音太高亢了 太激烈了 那你给它换一条铜线 咱拧桶的铜线 其效果可以说 立竿见影 您回头自己试着玩 挺有意思的 插头呢 标准的3.5 您可以给它换成4.4平衡 提波林的播放进 以及台机 在硬件方面呢 最后我们再聊聊 它的这个数值和范围 16欧左右的组抗 这个组抗很好推 什么手机 Pi的电脑 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 它的有效频响范围 20到20K 标准的黑菲耳机 频响范围 其他的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价格1300多多钱 同时它还有那么多可玩性 下一波呢 很重要 我们来聊一聊这副耳机的实际情感 它的低频部分呢 给我第一感受 低频的下潜相当的深 这是我目前来看 估计是要比2000的低频下潜 还要明显一些 同时呢 在下潜深的基础上 低频的弥散度又是不错的 不夸张的说啊 它些许还真有一些 扑修黑糟 动刺杂子这种低频砸脚面的感受 些许啊 但是我们以往都聊过啊 Hi-Fi耳机呢 不会给你做很浓重的低频 这一点呢 甚至于说作为Hi-Fi厂家 Hi-Fi这个圈会鄙视这种低频效果的 所以我这里说的低频呢 大家不要误会啊 不是说真的那种可以打到 多往多往多往打脚面 这个不是这么一个风格 但是你听一些电影原声 听一些大场面的流行音乐 古典乐 这个低频是有很浓重的低频修饰的 对于听ACG来说 它的低频表现 基本上达到这么一个节奏感 以及质感的一个回弹适中 再来说说中频吧 无论你换任何的管 它的中频表现力 中频的一个线条感 都是很丰富的 所以说由于这个各种管的加持 导致着它的中频表现力呢 特别丰富 再来说说高频部分啊 高频它的滚降点呢 设置的比较高 如果您要是标准的红管 会认为它的高频呢 相对会更加粗糙一些 但是如果加持了红管 以及黑管以后 整个高频打的相当开 尤其是最后的黑管 我以前老说哈 入门的塞的不了声长 但是我使的是高端的相对会 推力啊 以及控制力更强的台机来听 整个声场就打开了 比你用插小尾巴 插这个纯手机 声场打的开的多 而且它结像呢 也是这个单元的优势 所以我认为它的高中低三频 在你加持不同的管的情况下 都是有自身比较不错的优势 下面咱再来聊聊缺点啊 还是根据它的不同的管 来体现不同的缺点 比如说红管 我这里指的是红线圈的那个管啊 标准的 实际上它的声音呢 很平滑 实际上声音会相对更加普通 没有任何经验的地方 但是你一旦换了管以后 比如说黄管 它的整个中频吐出来了 但是它两端的增益减少比较大 也就是说我们拧上黄管以后 听人声那真的是很棒 但是你能听弦乐 听古典乐 甚至于说听扑修黑搜 感觉不够隐 不够利了 再来说说我们这个黑管 所谓黑胶套这么一个管 这一部分啊 中高频真的是很赞 我甚至于理解啊 赶超了2000的水平了 但是低频呢 角质中高频这方面呢 确实是弱了一些 但是我个人认为真的是不弱 但是我办公室有一些小朋友 人就喜欢听杂交面 喜欢听扑修黑搜 那他可能就会认为这个低频呢 没有中高频来的这么猛 这么靓丽 总而言之 塞子的声音比较文艺 比较黑飞 这副塞子再提一下啊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上来 你买的时候 一定要先耐心的包它 十几天之内 这副塞子中高频 真的是有点拉耳朵 但是过了两周左右啊 十几天左右 整个中高频就圆润下来了 所以一定要耐着心的去听 或者叫做耐着心的去包 行了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拿它去领略一下 不同类型的音乐 咱们老规矩 评论区见吧 是什么要对你 掉眼泪 是什么要对你 难道不明白 是未了爱 只有那有几人 眼泪最珍贵 每个人的眼泪 都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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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过人的眼泪 是什么要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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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有 Come to m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